你知道吗 今年有两场百年难得一件的世纪天文大秀 分别发生在6月6号的金星临日 还有5月21号的日环时 我们这一辈子就只有两次机会可以看进金星临日 这次错过的话要等到105年 而睽违半世纪的日环时 这次呢 还下回的2020年 如果您两次都错过的话 还得要等上200年 一场世纪天文大秀将在今年展开 美丽的天象一辈子只有两次的机会邂逅 这次全台湾都看得到金星运行到地球和太阳的中间缓缓通过 难得一见的金星临日将在6月6号登场 从早上6点钟一直到中午12点多 错过这次机会还得等105年 而睽违半世纪的日环时 日光就像是戒指一样包围着月球 在5月21号日出之后就看得到 最佳观赏地点在东北部和东部 中南部只看得到日片时 下一次出现是在2020年 如果也错过就得再等200年 那日环时不是一个太罕见的一个天象 但是要在台湾看到日环时 基本上就是一件比较困难的事情了 上一次看到日环时在台湾发生的时间呢 是在1958年 想要观测这两场世纪天文大秀 一定要做好眼睛防护 不要直视阳光